今天早上回台灣來看在地的消息 早上這新店蕭峰隊出動救護車 還要救人 竟然有一個惡事的家屬 若是沒有要扭路 又比重載來賣人 甚至是緊急動車 結果救護車上面在這老太太 最後是不嫌嬌生 蕭峰隊決定要對這個家屬人 提出本來公務的個搭 救護車正中去 載一個八十幾歲老太太上衣 頭前的車都趕緊扭路 還要把這台搭車 所以挑過他回到救護車頭前 還把車廂游下來 必須真難看得出聲 更嚴重的是家屬在開車時 鄉鄉打動了 再差一點 救護車就整個要撞下去 現場是很危險 他又緊急煞車 他緊急煞車 因為家屬挑過他的走動 原本救護車四分鐘的路上 讓他拖到五分鐘到他 還有老太太急救不及 到他真的已經沒開 救護人員也已經向警察報案 後來的緊急煞車途中 擾亂了我們的急救過程 然後中斷了CPR相當一段時間 也讓患者倒驗之後 然後沒有心跳脈搏 延誤我們送醫的時間 整個動路的過程 都已經讓行車寄下去 現在有的臉有禁錄 想起的消風堆 要把這個歐吉的家屬搖出來 對提出風海公務的故事 現在警方也已經重開前班 記者綜合報導 好,早安 好,早安 好,早安